OK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怪罗方的话是一手地斧,对来方,一手天空,双方的话应该都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打法,那这样的话就是得拼一个跑,拼宝宝,拼运营了啊。 对来方先急着除宝宝,对来方人物是有一手错乱,限制怪罗方人物的一个出手,但是不大要紧,这两个门派打的话主要还是拼宝宝的一个质量,对来方再次笑掉怪罗方的一个愤怒。 对来方,这个加了分光也没啥用啊,马上就被 马上就被对来方给控制起来了 双方把宝宝拉满,怪罗方出一手虚妮,这手虚妮一手把脸秒过去,十分的炸裂,怪罗方有一手孩子,一共是一个龙宫的一个孩子,非常期待这个龙宫孩子的一个出手。 这个龙宫孩子在没有一个buff的一个加持下,秒出来的一个数据,十分的一个数据,十分的一个数据。 可怜,怪罗方的一个虚妮,说实话,质量都非常的高。 对来方孩子有分光,龙卷秒过来,但是输出的话还是不及这个虚妮。 对来方孩子有分光,龙卷秒过来,但是输出的话还是不及这个虚妮。 怪罗方一手战敌,再次给到虚妮,直接烧了对来方五千,来了一手宝莲,孩子直接被烫飞。 怪罗方这一手战敌的话,加的确实比较漂亮。 怪罗方一手战敌至此5个人的会玩。 对待方很细节,贴了一手,须敏没有飞。 可以,再次召叫对待方的一个后盘。 那这样的话,这几回合观察方的一个打法,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一个重工。 观察方还有一手锥子,可以抵消掉对待方一个宝宝的一个属手。 双方的一个宝宝质量应该来说都是非常不错,但是总体观察方还是要更上一筹。 对待方的一个宝宝质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。 对待方的宝宝质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109级的一个比赛相较于175的话会更加单调,有一些机制确实是没法玩。 这只吸血鬼的话是没有诗迷。 秒一千的话说实话,全都是这个分光在给一个伤害。 对待方的一个宝宝质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也是非常的乏力。 应该来说是这些人的数据。 凶方的一个对待财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这种 crafted功能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对待 shitty对待财量应该来说。 对待财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。 对待财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对待财量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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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